一个70岁的一个女性病人 他出现一个问题 看他X光大家就可以知道 会喘 走路会喘 平常生活作息 几乎只能坐着的一个状况 稍微有一点活动 就是喘不过气来 所以再加上 有时候再加上有一点感染 那就是更加重的一个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放大来看的话 这边就有一些沁润性的 还有这个好像 类似有一点点网状式的 那样的一个沁润 产生在两边的一个肺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形 就是他原来就有 慢性阻塞性肺疾 那再加上反复的一些感染的时候 就会破坏肺部里面的一个结构 所以最后就会造成 他的一个功能会差 然后再加上一些感染的时候 这些功能就会很明显的一个下降 那他这个除了原先的 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以外 他另外还有自体免疫的一个疾病 也就是这样子 这是讲的是关节 他会他有个叫硬脾症 也是自体免疫的疾病 所以他会去攻击我们自己的器官 那包括肺脏 所以他会去攻击肺脏的一个结果 最后形成的一个肺部 就变成这样子 电脑团圈大家看到这样 这样不喘似乎很困难 好像菜瓜布一样的 那样的一个肺部的一个结构 从刚刚正面来看 从切面横切面来看 都是肺部的一个气体交换 非常不好 再加上有些地方 你可以看得到 不只是只是一些地方而已 他几乎整个肺部 通通都是 这样灾情惨重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要看到这里 大家就想这很简单 就是要插管 来给他做肺部治疗 其实对病人讲起来 插管他还是很难接受的事情 所以胸腔内科的意思 就利用这个比较高流量 而且比较湿化 也就是让他不会太干燥的一个状况之下 给他氧气的一个治疗 经过大概差不多一个礼拜治疗的一个时间 恢复不少 但是这个还是 这病后续要避免感染的状况 感谢收看 再会